不是听过微信聊天 听过那个 不搞音乐里面聊天 但其他蛮多其他的 应该都在聊 而谈及原因 王女士的回答 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她说自己不畏情 不畏钱 只是为了拯救对方 我就想以身作则 就像以姐的形式 去影响她 让她 让这个客户 就是能 不要走完 就到这个阶段 你觉得是你要引导她 对 我们打个引号 要拯救她 是这个意思 对 就是拯救她 在王女士看来 先前对方 既然给自己带来了快乐 那么现在 对方误入歧途 自己当然也有必要 帮对方步入正轨 可是慢慢的 她自己也发现 事情有点不对了 刚开始 如果三个月之前 的话我就很在乎 过后的话 我就觉得 不一样了 因为她主动开口 问我要红包 一次两次 多少钱 数目不大 几十 一把的那种红包 给了我也跟我老公说了 我还叫我老公去给了 他也去给了 反正她什么事都跟我说 我说的话她都听不见 有一次就是我们晚上11点钟 睡觉完 我们还在聊手机 那男的就突然发个信息来说 她手机你没钱了 叫她借200块 后面她就借过去了 我问她借什么 她说我在打牌 没钱了 你借我200块 后面她只会借过去了 还有一次就是她 那去做工 她说没钱 没钱住房子 就问我老婆要钱住房子 我就问一下我老婆不改 不给的话那难的 其实不是你让我 是我自己不改的 那难的 又觉得 为这个借急 发快点事 我老婆跟我说 然后很生气 又跟我老婆吵了几天 对方生气了 对方生气了 我也跟我老婆分析了 我说你跟她 一次面也没见过 就是普通网友 干嘛 什么事没有钱 那里找你 什么事都 一次想到的都是你 这次你有对她提出要求 我对她提出要求 叫她酸了 她就酸了又酸了又酸了 三次吃都是这样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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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